啊 什麼 謝謝老師 她老讓我想起 我自己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兩個特別像 尤其是我剛 出道的時候 最原始的我 她在舞臺上的居促 她的扭麥克 她甚至有點點駝背 然後包括她的不知所措 她的眼神甚至都 不知道該往哪裡落 然後在她表演完之後 她是能夠 把自己的感情 表達到別人心裡去 我覺得這絕對是一個 很巨大的才華 完全把我 衝破了我所有的理智吧 因為其實裡面 也就唱了四五句歌 但是那一下就是沒有辦法 我覺得這舞臺魅力 就把我抓進去了 讓我腦海裡面 浮現出了很多話 舞臺2023 終於播出第一期節目 雖然是選手的出舞臺 卻被周深整破防了 周深給出全場第一個滿分 在後彩中她說道 我們兩個特別像 尤其是我剛出道的時候 最原始的我 她在舞臺上的局促 她甚至有一點點駝背 包括她的不知所措 她的眼神甚至不知道 該往哪裡落 這不正是出道舞臺上的周深嗎 那時的她也是局促不安 唯唯諾諾 不知所措的掐脖子 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唱歌 所以當她獲得 一個又一個的舞臺之後 每一次上台前 人會非常的緊張 因為她說 我知道每個舞臺 是多麼的來之不易 多麼的寶貴 她真愛音樂 敬畏舞臺 更害怕失去舞臺 所以她說 我在舞臺上 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就來自於 我覺得如果沒有唱好這一場 就沒有下一個舞臺 她知道舞臺的殘酷和無奈 所以頗為感觸 舞臺是一個 需要爭 需要搶的地方 留在舞臺上 真的很難 憑著一股真誠的熱血 一股真誠的胸懷 感動了所有人 她又太年輕了 存貨不多 所以我覺得她很難去 蓄住她當時的那個經驗 反而那個經驗 會給她帶來比較大的落差 所以我會擔心 她後面的作品呈現 以及她自己的一個心態 為什麼你會想得那麼深呢 因為我在舞臺上 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就來自於 我覺得我如果沒有唱好這一場 我就沒有下一個舞臺 她老讓我想起我自己 尤其是我剛出道的時候 她在舞臺上的拘束 她的不知所措 她的眼神甚至都 不知道該往哪裏落 然後在她表演完之後 她是能夠把自己的感情 表達到別人心裏去 我覺得這舞臺魅力 就把我抓進去 讓我腦海裏面 浮現出了很多畫面 在舞臺上真的很難的 沒有那麼簡單的 我覺得今天你唱這舞歌的時候 你心中你是知道 你的歸途是去哪裡的 而且你敢去做這樣一個 非常勇敢的選擇 對 所以我也會非常期待 後面真正地亮出你的武器的 唱到那一段就 孩子不笑啊 讓你受苦 等來是在換我照顧你吧 就是那一下你就會回想到 自己是不是有做過一些 可能後悔的事情或怎麼樣 看完整個歌詞 我也會想到 我自己開始真正地理解到 自己爸爸媽媽多辛苦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忘記去 關心或者去在意過 自己的身邊的一些人 特別感性的周深 善於傾聽支持他人 也會替選手 擔心接下來的表演 第一個舞臺這麼好了 下一個舞臺就有壓力 周深共情能力真的很強 這也是他能把每首歌都 表達得更入感的原因 他頗為傷感地說 留在舞臺沒有那麼簡單呢 是啊 留在舞臺沒那麼簡單 所以他一直在拼盡全力 周深又在騰訊綜藝舞臺2023 再次現場演唱了《人世》 此次舞臺 周深的造型 與其他幾次相比 有了巨大的突破 為了契合流浪地球2的末日氛圍 他身穿荊棘盔甲披著破損披風 神情冷峻 自為經歷了無數絕望和痛苦的人類縮影 默然走過頹廢的人群 卻仍堅持勇唱著人類的戰歌 哪怕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也絕不肯輕易放棄 吟唱部分 周深採用了 與錄音式版本不同的處理方式 加了一段吟唱 將情緒推得更加激烈 高音更是採用了嘶吼式的唱法 清澈堅定的高音 配上沙啞的底色 把人類的末日的掙扎痛苦 卻又不願放棄希望的頑強 演繹的淋漓盡致 據悉 周深的舞臺是一經到底錄製的 現場觀眾說 由於道具術需要在最後點燃 燃燒後就不能再用了 所以周深只錄製了一遍 效果完美 導演激動地表示 完全不需要錄製第二遍 現場觀眾在觀看時 紛紛被周深強大的聲壓 和極具衝擊性的舞臺表現力 震撼地屏住了呼吸 直到舞臺結束之後 才回過神來 激動地大喊周深的名字 最後祝願周深的舞臺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大 越來越廣 秘密 好險 我以為要拿那個髮簪來戳我 觀眾是無情的 他沒有義務去 體諒你要發生的事情 沒有義務要去 理解你 而且觀眾永遠會去 找一個新鮮感 你敢去迎著那些所有的評論 你還是願意去堅持走自己想去的地方 可能那些挑戰 也都可以為你迎來很多的機會 或者是會讓你自己更不後悔 我剛剛就一直在笑 因為我腦海中 一直出現他在分裂的樣子 結果他在舞臺上 然後感覺回家 然後喝著又算 今天那個表演真的不是我自己 與我無關 對 與我 他的頭髮好順 好滑 好亮 我隨時帶著一個梳子 你從哪裡拿出來的 對 想說一些不太好聽的話 你說吧 真的 對不起 因為我覺得可能就是穩定度 所以要稍微 實力 是我害的嗎 不用我陪吧 你看 你抄OK 王OK 就是已經哭中了 然後 就把我帶到了我們老家的那個 然後 其實當我樂 但是 想到 我自己開始 第一下感 真正地理解到自己爸爸媽媽多辛苦 那一天就是我看見我爸就在家 也從來沒有看過他哭 他就突然就有一天就在家哭 我就說怎麼了 然後他說沒有什麼 然後就會突然聽見他自己 邊哭邊說一句 我再也沒有媽媽了 但那一下我就會覺得 原來真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忘記去關心 或者去在意過 自己的身邊的一些人 然後我覺得姚濤這麼小 就有這麼強的一個感觸力 我覺得你給的能量 比你想像中要大非常多 對 真的很厲害 謝謝你 世界從來不完美 才需要你來陪 心中別放太多期待 才不害怕遺憾 空出的時間 每秒卻又短暫 想一瞬定格成永遠 孤單會成為解不掉的習慣 剩我獨自平凡 還沒來得及遺憾相見 就要學會如何告別